我们隔壁有一个小孩叫小明 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他这人平常不喜欢生物课 老师讲生物遗传和环境的关系 他总是听不懂不愿意听 忽然有一天小明这个学生顿然醒悟了 他找到老师说 老师我终于明白了 生物遗传和环境的关系是什么了 老师一听很高兴啊 说好啊小明 一会上课老师一定在全班同学面前 好好表扬表扬你 应该的 进步不小啊 上课你想啊 你别说着 我们班的小明同学在课外非常的认真钻研 在学习上有很大的进步 小明啊 把你弄明白的问题给大家讲讲听听 小明站起来说 很自信啊 说这个生物遗传和环境的关系 我的理解是假如母亲生下的孩子向父亲的话 那就说明跟遗传有关 老师听了非常满意啊 说好好啊 小明这孩子真聪明啊 小明一听老师表扬了 就更加自信了 于是他骄傲的大声说后半句 怎么说的 如果孩子生下来向邻居的话 那就跟环境有关系了